呵呵呵 呵呵呵 位在新北市共寮鄉 芙蓉村的芙蓉漁港 是東北角的大型漁港之一 屬於第二類漁港 民國58年 因應當地漁船靠泊的需要 將石灘挖掘成澳 經有關單位撥款興建 至民國69年止 共有碼頭320.5公尺 防波堤169公尺 泊地0.32公頃 水深1公尺 由於天然形式欠佳 港口防波堤短 漁船進出港困難 且遇到風浪 漁船必須要行駛到他港避風 為了提供漁船安全停泊的需要 第一起漁港建設方案 利用地形披肩內泊地 自76年底 本漁港已經有水深1.5公尺 泊地0.7公頃 浮龍漁港有內外泊地之分 內泊地較穩靜 是避風泊地 而外泊地因為外擴設施不足 穩靜度不良 為了改善穩靜度 港口易淤淺及漁船安全出入港的需要 第二起漁港建設方案 於82及83年分兩年編列預算 1億4千萬元 興建外擴防波堤120公尺 圖堤30公尺 增建外泊地碼頭130公尺 完成之後港口航道以及泊地 已經獲得改善 漁船可以安全停泊 這裡的漁船大多到三角灣一帶漁場 以及龜山島周邊海域作業 屬於嚴禁海漁業 當日往返 主要從事岩繩釣 捧售網 移植釣 流刺網 拖網等漁業 漁貨物有莫載魚 雕 尖 小卷 紅肝 漁產資源豐富 漁貨物大約54%運送縣市 46%留在縣內及本港銷售 夏天在這裡沒有 浮龍海水浴場的喧鬧人群 港內只有少數幾個釣客在這裡垂釣 針對垂釣 針對垂釣雖然有規劃港內垂釣 以及下竿的方向 但是一般來說 釣友還是以外交區域為主要垂釣的地點 聽著海浪拍打小博塊的聲音 站在河堤上靜靜地看著釣客 無畏烈日的耐心 是這些日子以來心靈最平靜的時刻 為在浮龍魚港旁的東興宮創建於昭和元年 祭祀主神三府王爺 是貢寮區香火鼎盛的信仰中心 廟的外觀建築十分講究 周邊是浮龍海濱公園以及浮龍海水浴場 廟的正前方有一個大廣場 信仲以及遊客可以在廣場 瞭望山巒海洋和一望無際的天色 為在新北市貢寮區浮龍裡的浮龍海水浴場 坐落在東北角三雕灣一帶的雙溪出海口 是北部知名的沙岸區 並且是少見的金色沙灘 這裡也是北台灣知名的夏季海邊活動區域 浮龍海水浴場開闢於日治時期 原名浮龍海濱浴場 二戰之後 由貢寮鄉公所與當地漁會合資經營 後來為了擴展其旅遊事業 1959年6月經政府核准轉交 台灣鐵路管理局經營 1959年7月3日 鐵路局建設完成更衣及儲物間等基礎設施 並剪載開始營運 因雙溪在這裡出海 所以形成內河外海的雙重景觀 彎月形彩虹橋連結兩處 整個海水浴場的沙灘分為內灘以及外灘 由於河道經常變動 架設在沙灘上的行人天橋 有些年月可通至外灘 有些年月卻又植入海中 東北角即宜蘭海岸國家風景區成立之後 改由風景區管理處管理至今 自2000年起 每年的7到8月之間 會選擇日期舉辦 共僚國際海洋音樂祭 為期3到5天 卻常常因為颱風干擾日程 或損壞設施而改齊 舞台架設所在的沙灘位置 也常常受到雙溪的河道影響 2008年起開始舉辦 輔龍國際沙雕藝術祭 邀請來自不同國家的沙雕藝術家 在這裡創作 1994年6月12日完工的紅色龍門吊橋 是共僚區的地標 橫跨在雙溪河兩岸 串聯龍門與岩寮海濱兩座公園 橋寬2.2公尺 全長有202公尺 是全台灣唯一橫跨山與海的吊橋 站在吊橋上 可以欣賞海平線與夕陽交際的美景 更能夠近距離觀賞橋下的 雙溪河風光與芙蓉沙灘 遠眺太平洋與雙溪沙嘴 所形成河海交錯的美景 一般的吊橋大多是欣賞山景 而龍門吊橋所看的則是海景 成為網友評價十大絕美吊橋中 名列第一名的吊橋 龍門吊橋規劃在自行車環道內的一環 是親子休閒、假日放鬆的好選擇 吊橋日收山景 後預看到遮探機 和楊輝福館相 reduced 屋風光口 龍門泳橋 屋門餘感 位在新北市 是供辽区龙门村的双溪河口 浮隆渔港的西边 双溪入海口上游北岸旁 渔民利用双溪河道出海作业 附近风景宜人 光复时即有渔民在这里使用 主要设施为一船道一座 及护岸42公尺 供当地渔阀及山板使用 护岸向下游延伸 兼具码头功能 龙门渔港因为在河道内 所以没有消波块以及防波堤 跟一般印象中的渔港很不一样 渔港的对面就是龙门河滨公园 是一座结合休闲 河滨生态公园的小渔港 福龙便当又称福龙铁路便当或福龙月台便当 主要是以白米饭 猪肉薄片 香肠 高丽菜 卤蛋 卤豆干 鸡卷 以及酸菜等材料做成的便当 是一款曾经贩售在台湾铁路宜兰县福龙车站的铁路便当 当年7-11集团主打福龙便当的广告 福龙便当也因此红了起来 变成要排队的景点之一 来到福龙渔港 除了享受幽静的渔村风情之外 沿途更可以欣赏当地渔村淳朴的样貌 以及丰富的自然生态 一天的时间就可以踩完周边的景点 是一个适合规划轻旅行的地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